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新能源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电动车无线充电,路过就能加满电 2.太阳能绘本,阅读之余,光能转换 3.动能地砖,踏步及发电,五动绿能源 那么哦,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电动车无线充电,路过就能加满电 各位听众,想象一下,你开着你的爱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而你的车子就像一只饥渴的小猫,随时都在寻找充电的奶瓶 但在这个未来的画面里,你不再需要停下来,插上电缆,等待那漫长的充电时间 不,不,不,这里不卖悬念,我们谈的是电动车无线充电技术 一种让你的车子在行驶中就能吸电的神奇设施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小知识 无线充电,或者更专业一点叫做感应充电,是透过电磁场来传递能量的一种方式 你可能已经在智慧型手机上见识过这项技术 但把它放大到汽车这个尺度,就像是从给金鱼换水跳跃到给金鱼按摩 规模和复杂性都是一个量级的提升 现在,想象一下,我们的道路被埋设了无线充电的装置 当你的电动吹开过这些充电的带时,车底的接收器就会开始从路面吸电 就像是魔法一样 这不仅仅是方便,这是一场革命 这意味着电动车的续航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而是一个随着你的行驶路径而动态变化的数字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术和经济的挑战 比如说,如何去保充电效率 毕竟,我们可不希望有太多的电能在路上走失 还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会不会让税金看起来像是被吸进了黑洞 更不用说,如果有人开住非电动车误闯充电的带 会不会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一个无形的洗车场 只是洗的不是车,而是钱包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思维的加持 无线充电的未来看起来是相当光明的 想想看,有一天或许我们的交通灯不仅仅是用来只是红绿灯 还能在你等待试给你的爱车来一次快充 这不就是现代科技版的路过就能加满电吗 总之,电动车无线充电技术的发展 就像是给城市交通穿上了一件隐形的充电外衣 未来的我们或许会在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 回想起那些在加油站排队的日子 并对住后背说 嘿,你知道吗 在我的时代,车子还需要用一根长长的电缆来充电呢 哦,那将是一个多么古老又可爱的回忆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太阳能绘本,阅读之余,光能转换 各位亲爱的太阳能爱好者,绘本迷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个话题的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太阳能绘本,阅读之余,光能转换 这可不是你们小时候父母亲读给你们听的那种绘本 而是一种能够在你阅读的同时 把阳光转化为电能的神奇书籍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普 太阳能,顾名思义,就是来自太阳的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透过太阳能板转换成电能 这个过程成为光复效应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些太阳能板缩小,变得薄薄的 并且印刷在一本绘本的页面上 那会怎样呢? 这正是太阳能绘本的概念 这种绘本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奇妙创造 当孩子们在户外阅读这些绘本时 书本上的太阳能薄膜就能够吸收太阳光 并将其转换成电能 这电能可以用来为小朋友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充电 甚至在夜晚为他们的阅读灯宫殿 这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 更是一堂生动的科学课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一个小朋友拿出太阳能绘本在公园里阅读 旁边的小朋友好奇地问 这本书为什么在闪闪发光 而我们的小读者骄傲地回答 哦,这本书 它是太阳的粉丝 每当太阳一出来 他就开始工作 帮我充电呢 这本书不仅能够提供知识 还能够提供电力 简直是小小科学家的最佳伙伴 当然 这种太阳能绘本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绝佳范例 他教会孩子们如何利用自然资源 并且鼓励他们在户外活动 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个移动的太阳能发电站 一个环保的教育工具 还是一个让孩子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神奇饱和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个孩子拿出一本闪闪发光的绘本时 不要惊讶 他们可能正在进行一场阅读 和能量转换的双重冒险呢 太阳能绘本 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 更是未来能源教育的一个亮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动能地砖 踏步及发电 五动绿能源 各位亲爱的能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些让你在走路时 也能成为绿色能源小小兵的神奇发明 动能地砖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小知识 动能地砖 顾名思义 是一种能够将人闷行走势产生的 动能转换成电能的地面装置 这种技术通常利用压电材料 或电磁感应原理 当你在地砖上踏步时 你的体重和步伐 就会对得砖产生压力 进而产生电能 这不仅仅是一种绿色能源的创新 更是一种将日常生活 动作转化为能量的聪明方式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动能地砖 被广泛安装在人行道 舞厅 甚至是健身房的跑步机上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每一步 都是对抗能源危机的一小步 每一次跳舞 都可能是为了点亮一盏街灯 这不仅让节能变得有趣 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能源英雄 想象一下 一个充满活力的舞会 人们随着节奏舞动 而地板下的动能的砖泽 像是一群勤劳的小精灵 在不停地收集住 每一个节拍和步伐 将这些欢乐的 能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电力 这不仅仅是舞会 这是一场绿色能源的盛宴 当然 这项技术也有它的挑战 比如 如何提高能量转换的效率 以及如何储存和分配这些电能 但这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 每一个挑战都是对创新的互换 所以 下次当你在街上行走 或是在舞会上翩翩起舞时 不妨想一想 你的每一步 都可能是为这个星球 注入一丝绿色活力 动能地砖 不仅仅是一块地砖 它是一个让我们的步伐 更加有意义的革命性创意 走路也能发电 这不就是所谓的一步电吗 哈哈 让我们一起踏出这环保的步伐吧 总结来说 这三种绿色能源技术 都是将科学与创意相结合的解经 电动车无线充电技术 让我们可以在行驶中充电 不再需要停下来插电 太阳能绘本 则是将阅读和能量转换结合在一起 让孩子们在户外阅读的同时 也能充分利用太阳能 动能地砖 则是将人们的行走动作 转化为能量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成为绿色能源的贡献者 这些创新技术的出现 为我们提供了 更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它们不仅仅是科学的突破 更是对我们传统生活方式的 一种改变和挑战 我们不再只是消耗能源 而是开始思考 如何更好的利用和节省能源 当然 这些技术还面临着各种挑战 比如效率问题 成本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但是 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发展 我相信这些技术 将会越来越成熟和普及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对这些技术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它们能够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探讨绿色能源的未来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